平常商课当中呢 大家老会听到老师说 腿收紧腿收紧 但是大家从来都没有收紧 怎么样才能叫做腿收紧呢 也是两点 第一个点就是膝盖的位置 只是把我们的膝盖蹬直了 还是我们的膝盖要继续向后延伸 第二个点呢 脚背的位置 大家在去跳舞的时候 只是会给到半脚掌的位置 并没有延伸到脚尖的位置 将这两个点做出来的时候 那你的腿部的力量一定是收紧的 第一个点我们的膝盖的位置 再去做膝盖向后蹬直 这同时应该要向上继续去延伸 然后保持你的整个脊椎的中心 跟它形成相反的对抗力量 第二个点呢 就是脚背的位置 这个脚后跟从你的跟腱的位置 就要开始向上提 同时带动我们的脚背 脚背也是跟着跟腱 一直是向上去甭脚背 但是我们的脚尖是向下 脚踝的力量要向前转开 我们的膝盖一定是不可以松懈的 让我看到你的脚尖给到地板的力量 这个位置给到地板连接的位置 你们的腿部才是真正的收紧的 怎么样让我们的腿更加有质感 肌肉线条更加优美的去出腿 需要两点把它做出来 第一个点 右腿伸直全脚掌 左腿大拇指内侧点地 膝盖弯曲 出腿的时候 一定是动力腿的脚踝内侧的力量 带动向前向上进行擦地 同时膝盖转向脚尖的方向 脚尖带动继续向前 然后进行肩掌根的顺序 将我们的膝盖完全蹬直 第二点的位置是要利用弹力道 两个脚踝的前后对抗的力量 不要松懈 继续向前去延伸 带着我们刚刚的那个第一点 先出腿继续延伸的时候 弹力道是不是会无限拉开 拉长 主力腿的位置 肌盖也是继续要向后崩的 动力腿身体跟着它继续延伸 两个脚踝形成前后最大的对抗 肌盖向后紧绷的 在这个位置上保持 上重心的时候 刚刚动力腿的叼法也是一样 那它怎么样去上重心呢 通过后腿半脚掌后腿转开 给到地板力量 然后进行中心推送 往前推送的时候 这要保持弹力道拉开